感觉有点压力 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能和 我合作的那些朋友们 应该能够 应该能给大家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演出 然后这个是一个live band 就是说没有backround music 是我弹钢琴 我们现在目前确定的是 Isaac和他的弟弟Sam 两个一起拉小提琴 就希望他们enjoy the show